隐笑声骂郭德纲偷意 为何反被师傅马三里打脸 不要跟任何人 看胸头高羊脸 摆下子 是什么 你没有什么 可以相拗 你不就是舞台上说两段像吗 有一次郭德纲受邀参加演出 因为当天演出的老先生很多 就有一对兄妹拿着录音机在下面拍摄 有看到自己喜欢的演员 他们就会把自己拍摄的录像带送给对方 郭德纲就在其中 有同行看到后就指责郭德纲偷学天津艺人的本事 后来则是被隐笑声得知后 也跟着批判郭德纲不道德 想要学本事就摆石 不然就是小偷 应该遭到全相声界的唾弃 然而郭德纲并不这么认为 首先他没有偷露 其次相声本来就快灭亡了 大家再这么藏着掖着 只会加速相声的灭亡 就去过这么两回 好三回还有一回 还有回赶上那个有相声演出 我打着路过 他们叫我进来演一个玩法 还可以演了一个 就这么大概就这么三回 好歹他们说 我拿小录音机 天天化妆坐那录去 因此等于设成立之后 郭德纲从不禁止观众现场拍照录视频 特别是现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时代 哪怕不去现场 也能从网上找到完整视频 最关键的是 除了一些特定的演出以外 其他相声演员 大家都免费在网上观看 都说郭德纲唯利是图 是一个实打实的相声商人 但是他挣钱的同时 也没有忘记身上的那份责任 传承并且发展相声 而郭德纲的这一观点 就和马三立一致 马三立曾说过 偷师不偷师不重要 重要的是相声 是否能更好地发展下去 就因为这种互相私藏防备的问题 马基曾一度不想收徒 最后还是为了将江坤 调到广播说唱团 这才不得不获利收徒